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28章每股收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务分析指标 它能够反映企业创造的利润与投入资本之间的关系 对于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来讲 要求在利润表综合收益的下面列是每股收益这样一个指标 以反映企业的相对获利能力 便于投资者进行横向的比较 那么每股收益这个指标到底如何来计算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同来开启每股收益这一章内容的学习 先把握一下本章的考情概况 这一章的考题也客观题为主 当然也可以和股份支付金融工具合并报表等等内容 结合来考主观题本章属于非重点章节 重要考点大家回头自己看一看就行了 这章的内容由这样三节来构成 第一节介绍的是基本美股收益 第二节介绍的是西式美股收益 那么第二节的内容稍稍复杂一些 我们要做重点掌握 那么第三节美股收益的猎豹 这里边重点是关注重新计算美股收益问题 首先我们来介绍第一节基本美股收益 先铺垫一下美股收益的概念 说美股收益是指普通股股东 每持一股普通股所能够享有的企业 要么是净利润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或者说需承担的企业净亏存 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那么美股收益呢 包括基本美股收益和西式美股收益 这样两类 如果说发行的西式性潜在普通股 这两个指标都要提供的 如果没有发行西式性的潜在普通股 我们只列报基本美股收益就够了 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公式比较简单 要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 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为什么是一个加权平均数呢 因为在报告期内 股数发行在外的股数可能会发生变化 要算一个加权 第一个大的标题 这个公式分子如何来确定 那么分子呢 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当期的净利润 如果以合并财务报表 为基础算美股收益的话 那注意分子应当是归属于母公司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当期 合并净利润 注意是合并净利润 借扣掉少数股东损移后的余额 那这个指标有两种算法 第一个呢 要利润表上合并净利润 减掉少数股东损移 这不就是归母的呀 第二个呢 这是一个减法 那么第二种算法是一个加法 要母公司个别报表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加什么 子公司个别报表 赚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部分 怎么算 要子公司赚的持续计算 就是按照购买日供引价值 合并报表口径的持续计算净利润 成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持的股数就完了 持有的股数 那么第二个呢 如果说以母公司个别报表为基础算 美股收益的话 分子应当是归属于母公司全部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 那这种情况跟子公司这边就没关系了 就不要加过来了 第二个大的标题是分母如何来确定 那当然是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了 那这个数字可以这样来算 我们要起初发行在外的股数 如果说乘的话12分之12 那就不用乘了 再加上当期新发行的普通股股数 乘上时间的权重 分母是报告期的时间 分子是已发行的时间 如果是10月1号发行的 请问这是多少 10是112 乘12分之3就行了 我们再减掉当期回购的普通股股数 乘时间的权重 那这个式子的分母报告期的时间分子是已回购的时间 就是当期不存在的时间 如果12月1号回购的话 当期不存在的时间一个月 那这边乘1分之1就可以了 小学数学问题 先发行的普通股股数 应当根据发行合同的具体条款 从应收对价值日 一般是股票发行日 企业计算来确定 通常包括下列情况 第一个呢 为收取现金而发行的普通股股数 比如说我们融资 融来的是货币资金了 那应当从什么 应收现金之日计算 第二个呢 是因债务转资本 而发行的普通股股数 比如说债务重组啊 或者说 就是这不是债务转资本 那一般来讲就是 债务重组的一种方式了 所谓的债转股 而发行的普通股股数 或者说发行可转债啊 转股了 里边的转股权 人家可转债的持有人行使了 我们要发行股份 来偿还里边的债务 所以说呢 这会导致 也会导致普通股股数增加 从停记债务利息之日 或结算之日起来计算 那么第三呢 是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作为对价发行的普通股股数呢 从购买日起来计算 而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呢 作为对价发行的普通股股数 按照权益结合法 同意控制 认为当期期出是不是就合并了 但在比较报表角度呢 如果之前早已经进入到一个集团了 比较报表最早期出 他们就是一家人了 所以呢 应当记住各列报期间 包括比较报表 记住各列报期间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如果算当期的话呢 认为期出就把股份给发行了 那这个点呢 去年出了一个题 把很多考生给考蒙了 第四呢 是为收购非现金资产而发行的普通股股数 从确认收购之日起计算就可以了 那么公司的库存股 就是以回购注销之前的库存股 或者叫库藏股 不属于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无权参与利润分配 所以我们在计算分母的时候呢 要把它扣掉 那这一点大家要清楚的是 要注意的是 就是在当期已经是库存的股份 把它注销了 算分母的时候不要去考虑它 那如果是当期回购的呢 当期我们从市场上回购本公司的股份 你说你要不要考虑 当然要考虑了 要把它减掉 还得乘上一个时间的权重 例题 说某公司207年期初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是3万万股 4月30号呢 新发行的股数是16200万股 那么这个就得乘上一个十二分之几呀 十二分之八呗 12月1号呢 回购普通股是7200万股 那这个得乘十二分之一 以为将来奖励职工之用 那我们当期算基本美股收益分母的股数啊 这7200万股 因为是当期回购的 要把它减掉 还得乘一个十二分之一 如果说到某一个期间 比如到下一年 那我们把回购的这个股份怎么样 给注销掉了 你说要不要考虑它 不要考虑它了 因为它不是发行在外的股份 不影响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决平均数 该公司当年度 实现的净利润呢 是16250万元 讲定该公司按照月份计算 美股收益的时间权重 207年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如下 那么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决平均数 平均数40200 结果呢 基本美股收益是 0.4元美股 去年的一个单选 去年针对这个点啊 至少有两套卷都出题了 那给大家讲其中一个题目 那么20年1月1日呢 假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是2亿股 4月1号呢 发行的股份是3000万股 购买于公司60%的股权 这个交易造成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那虽然是4 虽然这个股份呢 是4月1号发行的 我们认为什么时候发的啊 年初就发了 因为年初就合并 2020年度呢 假公司合并利润表 净利润是1亿2000万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是一个亿 那另外有2000万元 是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呗 在合并利润表上 叫少数股东损益 我们在上一张合并财务报表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这里边一个亿 包含以公司1至3月份 就是合并之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是1000万元 那么合并之前这1000万元呢 也得算到合并利润表上 认为当年年初就合并了 权益结合法的思想 原理呢 上第26章企业合并 都给大家讲过了 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二毛20年度 合并财务报表的 基本美股收益是多少钱 怎么算啊 我们要合并报表 归母的净利润是一个亿 是不是这个数字 这不一个亿吗 除以谁就行了 我们除以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加钱平均数就行了 年初有多少 两个亿 4月1号发行3000万元 我们认为是什么时候发的 我们认为是1月1号 这个点发的 所以呢 用归母的净利润 合并报表 口径规母的净利润 一个亿除以什么 就两个亿 两亿股加3000万股 那注意这3000万股 千万不要乘12分之9 乘12分之9啊 就错了 结果呢 是0.43元每股 选项2B是正确的 17年的单选 假公司是境内上市公司 二毛17年 假公司涉及普通股股数的 有关资料如下 千二一 年初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是两亿五千万股 千二三月1号发行的普通股 那是2000万股 千二三 5月5号 回购普通股是800万股 千二四是5月30号 注销库存股是800万股 就是注销已经是库存的股份 它不是发行在外的股份 所以呢 千二四这个呢 没有影响到 当期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所以呢 算基本美股收益的时候呢 分母就不要去考虑它了 下列个项 当庄不会影响 假公司二毛17年度 基本美股收益 计算金额的是哪一个 那就这个呗 当年怎么样 注销的库存股 股数 所以这个题的正确答案 是2B这个选项 第一节 关于基本美股收益的内容 就给大家讲完了 比较简单 那下边第二节是 稀释美股收益 特别的重要 第一个大的标题是 基本的计算原则 看这张表格 那么计算的原理是这样的 稀释美股收益 是以基本美股收益为基础 假设企业所有发行在外的 趋势性潜在普通股 在当期均已经转化为普通股了 导致股数增加 是吧 从而分别调整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 就是要调分子了 以及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团平均数 也就是调公式的分目 从而计算得出来的美股收益 这个是站在转股以后 就是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将来转股以后 把普通股股东的利益 被摊薄了这个角度 来提供的一个指标 体现了谨慎性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那么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怎么来界定 假设当期转换为普通股 会减少美股收益的潜在普通股 就是损害了 转股以后 损害了原来普通股股东的 或者说剥夺了一部分 瓜分了一部分 原来普通股股东的利益 主要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 认股权证 股份侵权等等 这叫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那是否意味着 这两个字大家记得吧 大家是不是注意了 叫稀释性的 叫潜在普通股 那就意味着是不是说 只要是可转债 只要发行了可转债 只要发行了认股权 股份集权 将来转股都会把普通股股东的利益 贪猫呢 它都就有稀释性呢 也不是的 或者说不一定的 因此呢 我们下面还得记定它是稀释 还是反稀释了 那么假定潜在普通股当期转普通股了 如果会减少持续经营美股收益 这对普通股股东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这是不利的 或者说增加持续经营的美股亏损 那这也是对普通股股东不利的事件 就表明它具有稀释性 否则的话呢 叫做反稀释性 具体来讲我们后面会谈 比如说算一个增量股的美股收益 对于可转债这呢 是吧 对于可转债呀 我们要算一个增量股的美股收益 就是用假定转换增加的净利润 出于假定转换增加的普通股 加钱平均数 这个指标 这个增量股的美股收益 如果小于基本美股收益的话呢 就具有稀释性了 那对将来转股 对普通股股东是不是就不利了呀 而对于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呢 将来转股的时候呢 注意它对分子的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它跟这个不一样 可转债转股的时候 如果转股了 是不是就没有利息了 少确认的利息费用 相当于是增加的 呈上一个一减料所得税的税率 相当于是增加的净利润 所以它对分子会产生影响 而我们后面这两个认股权证 股份期权等等呢 将来转股行权了 只会对分母的股数产生影响 对分子的净利润没有影响 那么这两个怎么来判断 它是不是就有稀释性呢 就是看认股权证的这个行权价格 或者股份期权的这个行权价格 是不是低于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 如果说低于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的话呢 就具有稀释性 否则呢反稀释性 当然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做进一步的说明 那么如果存在终止经营的情况呢 这个净利润怎么处理呢 我们应当按照扣除终止经营净利润以后的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持续经营净利润 来进行计算 是站在持续经营的角度理念下来算的 如果有终止经营净利润 把它扣掉 第一个小标题分子的调整 我们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呢 应当根据下列情况下列事项 对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当期的净利润进行调整 第一个是当期以确认为费用的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利液 比如说可转债是最典型的 没有转股的时候呢 我们对负债权益成分做分拆 负债成分是不是要确认利液费用了 用基础的贪运成本成实际利润 就把它算出来了 那么转股以后还有这个利液费用了吗 没有了 那利液费用财务费用少了利润不就高了吗 所以要算一个调整增加的净利润 要乘上一个一减掉所得税的税率变化了 第二个是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转换时产生的收益或费用 只是理论上谈这个问题 实际转股的时候 一般对损运是不产生影响的 那么上述调整应当考虑相关所得税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利息是可以比税的 第二个小标题是分子的调整 当期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可以这样来算 我们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时的 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的基础至上 还要加下来一个什么 看到了吧 加上假定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转换为以发行普通股 就是转股了 而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关键就是这个怎么来算是吧 我们计算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时 要注意这么几个要点 第一个 以前期间发行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是在当期期出以前就发行了 那么我们应当假设在当期期出 1月1号这个点就转换为普通股了 那权重呢 12分之12倍 第二个要点呢 说当期发行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应当假设在发行日呢 就转换为普通股了 比如说4月1号这天发行的认股权证 我们就假设4月1号这天转股 所以时间权重呢 12分之9 再来第三 当期被注销或终止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应当按照当期发行在外的时间加权 平均把它记住到稀释美股收益当中 第四呢 是当期被转换或行权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应当从当期期出至转换日或行权日这一段 把它记到稀释美股收益当中 而从转换日或行权日起到当期的期末是吧 那么所转换的普通股呢 则记住到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当中 比如说 这个点呢是当年的1月1号 这个点呢是12月31号资产负债表日 那这个点呢是什么 是行权或转换日7月1号 那就意味着前六个月呢 要把它记住 记到哪去啊 稀释美股收益当中 那么我们后边这六个月呢 把它记住到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当中就可以了 第二个大的标题 开始介绍具体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如何算稀释美股收益 那么第二个标题是可转换公司债券 稀释美股收益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先来看分子 在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基础之上 就是算基本美股收益的那个净利润的指标 基础之上加上了一个什么 加进来一个什么 假定转换时增加的净利润 那么增加的这个净利润 其实就是少确认的税后的利息费用 要可转债7出的贪余成本 如果说分拆的话呢 就是分拆的7出贪余成本 其实就是它的供应价值的 乘实际利率再乘1减掉25%的所得税税率 就可以了 那么除以分母呢 是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这个是算基本美股收益的时候要用到的 那我们加进来一个假定转换 所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千万别忘了时间权重 如果年初发行的话呢 就可以不用加权了 否则要加权的 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 这个例子是教材上的 说某上市公司20某7年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是38200万元 7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是2亿股 年度内股数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20某7年初 公司按照面值发行6个亿的三年期可转债 每张的面值100块 票面固定年利率是2% 用面值乘票面利率 我们能够算出来每一年的票面利息 那么利息自发行之期 每年支付一次是属于分期付息的 就是当年年底 作为付息日 该批可转债 自发行结束后12个月以后 即可以转公司的普通股股票 那即转股期是发行12个月后 至债券到期日址的期间 转股价格是每股10块钱 即每100块钱的可转债 可以转换成为10股 面值是1块钱的普通股 后面这句话是废话 没有用 我们用总的这个面值除以什么 除以每股10块钱就能够算出来转换的股数 那么债券利息不符合资本化的条件 就意味着把它寄到财务费用 费用化影响当期损益了 那如果将来转股的话呢 是不是就没这个费用了 那就增加利润 那么所得税的税率是25% 假定要不具有转换权 类似债券的市场利率3% 我们对负债权益成分做分拆的时候呢 先算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 要把未来的本金利息 按照不负转股权的一般市场利率多少 3%进行折现的冲领 这个要求分拆的 207年度稀释美股收益的计算是这样的 先算基本美股收益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8200 所以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家群平均数是2个亿 结果1.91元美股 那下面的计算过程呢 是为了算稀释美股收益 每一年的票面利息6个亿的面值 乘票面固定年利率2% 这个结果是1200万元构成年金了 当然我们后面的这个计算呢 就是负利限制的一个算法 稍微笨一点 1.72第一年的除以1加3% 这是不负转股权的实际利率 一四方 是一四方 加第二年的1.72除以1加3的二四方 再加第三年的除了利息以外呢 还有6万万元的本金 所以61200除以1加3的三四方 算出来的结果58302.83万元 因为是按照面值发单 我们要发行收款总额6个亿 减掉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差额的 1697.17万元是权益成分的供应价 做这样的话呢 这个金额把它进入到其他权益工具 这个金额把它进入到应付债券 后续计量 其他权益工具不用管 不用调后续供应价值变动 而这个负债成分呢 我们要按照实际利率法 算利息费用 期除贪余成本乘实际利率 算当期的利息费用 借财务费用带什么 应付利息 差额到几利息调整的贪消额 那么假定转换所增加的净利润 就是少确认的税后的利息费用 所以要期除的贪余成本58302.83 乘实际利率3% 乘1减掉2% 结果是1311.81万元 假设转换所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用6万万元的面值除以转股价10块钱 6000万股 下边算增量股的每股收益 用假定转股增加的净利润 1311.81除以假定转股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因为年初发行的不用加权 0.22元每股 那么增量股的每股收益小于怎么样 小于基本每股收益它就具有稀释作用了 下边就计算稀释每股收益呗 如果说不是小于是大于的话 那是反稀释就不用算了 我们用原来的算基本每股收益时的净利润38200 加上假定转股增加的净利润 这个1311.81 这刚才已经算过了 所以算基本每股收益时的股数是两个一股 加上假定转股 假定转换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是6000万股 算出来的结果1.52元每股 这个题我们就讲完了 第三个大的标题是认股权证股份期权 对于盈利企业认股权证股份期权等的行权价格 如果低于低于低于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时 应当考虑它的稀释性 那如果说比得高呢 反稀释就不用算稀释每股收益了 稀释每股收益 怎么算分子的净利润没有影响 就是转股对净利润没有影响 因为转股的时候不会对损益产生影响 所以分子跟算基本每股收益时的净利润怎么样 是一样的呀 所以分母是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这个是算基本每股收益的时候用到的 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加进来什么 假定行权所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因此关键的关键就是 我们加进来的这个平均数增加的普通股 怎么算 要你行权时转换的普通股股数 如果是认股权证的话呢 假定一份认股权证对应转一股普通股 那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发行的认股权证或股份期权的分数 减掉行权价格 减掉行权价格成什么 看看 成你行权时转换的普通股股数 除以当其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 那这个公司怎么来理解呀 我们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发行的稀释性钱在普通股 向认股权证股份期权 假定的是一千万份 一千万份对应将来转的是一千万股 就一对一的 减掉看到了吗 减掉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写 就是你行权时转换的普通股股数是 一千万股了再乘上一个分式 那么这个分式的分母的就是这个 当期普通股的平均市价 分子是哪个呀 行权价格 如果说普通股的平均市价是十块钱一股的话 行权价如果是五块钱一股呢 那就乘十分之五呗 大家看看这个结果是多少钱 看看这个结果是多少股 那这个就是五百一千减五百呢 五百万股 我们就把这个数字怎么样给它算出来了 那么原理是什么 咱们看一下减掉的这个式子的分子吧 行权价格乘你行权时转换的普通股股数就是他俩相乘的结果 一千万股乘上五块钱 这个结果呢是五千万元没问题 这五千万元是什么 是我们发行一千万股股票 就是按照行权价 按照行权价发行五千 发行一千万股的股票融来的资金 就是将来转股 将来那个认股权证的持有人行权 或者说股份期权的持有人呢 行权转股了 转股的时候要按照行权价向企业交现金 那站在我们融资的角度呢 就是融来这么多资金呗 按照行权价发行一千万股的股票融来五千万元的资金 那么这五千万元的资金 假如说我们按照市场价格十块钱 这个市价吗 注意这是市价 如果说我们按照市价十块钱一股发行股票的话 需要发行多少股 要五千除以十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发行五百万股的股票 是不是就把这五千万元的资金融来了 但事实上我们把这个股票发给谁了 原来认股权证股份期权的持有人了 我们发行给他们的股票是多少 一千万股 多发了多少 我说融来这么多钱五千万元的资金 如果按照市价发股票的话呢 我们发多少股就够了 发行五百万股就把这个钱弄来了 但事实上我们把股票发给认股权证 还有这个认股权证或股份期权的持有人者 发行给他们多少股 一千万股多发了多少 一千减五百 多发了五百万股啊 这不就是增加的普通股股数吗 这是它的原理 当然我们在这个数字算出来以后 代入到这个公式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如果不是在年初发行的 要乘上时间的权重 例题 某公司二零某七年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是二七五零万元 那么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均平均数呢 是五千万股 该公司普通股的平均市价每股是八块钱 那二零某七年的四月一号不是延出了八 权重呢 十二分之九倍 该公司对外发行一千万份认股权证 行权日呢 是二零某八年的三月一号 那我们就认为四月一号这一天就行权了 每份认股权证可以在行权日 以七块钱的价格认购 本公司一股新发行的股份 看到了吗 普通股的市价是八 而行权价是七 行权价低于普通股的平均市价 它就具有息事性了 那么我们先算一下基本美股收益 净利润出于股数0.55 下面算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套公式 要一千这是认股权证的分数 对应将来转的是一千股股票 减掉一千乘上一个小于一的分市 那这才能大于零 分母是市价 分子是认股权证的行权价格 八分之七 结果一八二十五万股 那么我们稀释美股收益 又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二七五零 所以算基本美股收益时用到的股数 是五千再加进来一个调整增加的 普通股的家群平均数 那也就是一百二十五乘谁啊 十二分之九 为什么 因为是四月一号发行的 最终的结果 0.54元美股 这个题就做完了 下面是16年的多限题 甲公司二某一五年 除发行在外普通股以外 还发生一项 可能影响发行在外普通股数量的交易或事项 问题是应当进入基本美股收益计算的股份有 第一个 三月一号 收益高管人员 也低于当期普通股平均市价 在未来期间购入甲公司普通股的股份期权 这是稀释性的钱贷普通股 它影响的是稀释美股收益的计算 但没有转普通股之前 对基本美股收益是不产生影响的 第二个是6月10号 以资本公司转股本的方式 每10股转增3股 已经转增了 股份已经增加了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 这个会影响到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当然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呀 相当于是我们后面有讲的 美股收益的重新计算问题 第三是7月20号 定向增发3000万股普通股 用于购买一项股权 发了吗 发了 股数增加了 已经发行在外了 所以这个影响 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了 第四个是9月30号 发行优先股8000万股 按照优先股发行合同的约定 这个优先股 但发行后两年 甲公司有权选择将其转换为 本公司的普通股 那么当期转了吗 当期还没转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 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在基本美股收益 是不产生影响的 那我们看答案 A为取得股权定向增发的股份 这个是对的 B是资本公积转股增加的股份 也是对的 那么C和D优先股 和股份集权 这两个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题的正确答案 是A和B这样两个选项 第14年的单选 甲公司20某三年 甲公司20某三年 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是1500万元 那么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是3000万股 甲公司20某三年 有两项与普通股相关的合同 第一个是4月1号 授予的规定持有者 可于20某四年4月1号 以每股5块钱的价格购买 甲公司900万股 普通股的期权合约 这叫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到底有没有稀释性 你得看它是否低于 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格 第二个是7月1号 授予员工100万份股份期权 每份期权于两年后的到期日 可以以每股3块钱的价格 购买一股甲公司的普通股股票 又一个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有没有稀释性呢 依然看它是否低于 普通股的平均市价 甲公司20某三年 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格 是6块钱 那么这两个怎么样 他们的行权价都低于 普通股的平均市价 都具有稀释性 那就都要算进去呗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20某三年 稀释每股收益是多少 我们算吧 事项一调整增加的 普通股股数套公式 用900这是股份期权的分数 减掉900乘是一个小于一的分式 分子是行权价5 分母是普通股平均市价6 算出来的结果150万股 事项二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用股份期权的分数100 减掉100乘上6分之3 3是行权价 和6是普通股的市价 算出来的结果是50万股 那么甲公司20某三年 稀释每股收益 又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500 所以算基本每股收益时 用到的普通股是3000万股了 我们再加上这两个 调整增加的普通股加决面积数 第一个150乘12分之9 为什么 因为它是4月1号发行的 假定4月1号转股 在当期存在的时间是9个月 乘12分之9 第二个是7月1号发行 假定这一天转股 在当期存在的时间是6个月 所以第二个成的是50乘的是什么 12分之6 最终的结果 0.48元美股 选项2B是正确的 我们继续来学习 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 第四个大的问题是限制性股票 这个比较复杂 先来说第一个小标题 等待期内 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 这个还好一些 那由于限制性股票 由于未来没有达到解锁条件的时候 要把它回购 性质上属于或有可发行在外的股票 因此在算基本每股收益的时候 不应当包括在内 就是分母 是不包含限制性股票对应股数的 那么分子呢 是现金股列是否可撤销 分两种情况来处理 我们看这张表格 注意分母呢 就是不应当包含限制性股票的股数了 所以这里面重点是关注分子处理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现金股列可撤销 分子应当扣除当期分配给预计未来 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列 为什么要把它扣掉 因为我们在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呢 针对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 现金股列是按照利润分配原则处理的 那么当时的分路是这样的 把第十章已经讲过的内容啊 我们再带领大家复习一下 就是这个位置 借利润分配代应付股列 既然按照利润分配的原则来处理 请问利润分配的来源是什么 当然是赚的净利润咯 所以怎么样就要把它扣掉呗 用题目当中给定的当期公司赚的净利润 扣掉分配给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 现金股列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第二种情况呢 是现金股列不可撤销 我们扣掉的是归属于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净利润 就不是宣告给他们分的现金股列了 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我们扣掉的是净利润啊 因为现金股列不可撤销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我们就可以认为净利润这块大蛋糕啊 有一块是谁的 是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 那当然要把它扣掉了 跟你宣不宣告分不分配没关系 来 那么第二个呢 小标题是等待其内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 分子和分母什么个情况 既然算的是稀释每股收益 就意味着分母要考虑什么了 要考虑限制性股票对应的股数了 我们要把如果说具有稀释性的话 那后面要算一个行权价格啊 如果说它的行权价格低于普通股的平均市价 就具有稀释性呗 那分母呢 我们要加进来一个调整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那分子还要不要扣掉净利润或 要不要扣掉净利润或那个股利了 就不要扣了 分子在算的时候呢 把原来扣掉的给加回来 第一个解锁条件 仅是服务期限条件 公司应当假设报表日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份 已经于当期的期初 就是以前发行的 或晚于期初的受予日 我们认为受予日这天怎么样 就全部解锁了 参照股份期权或认股权证的有关规定 考虑它的稀释性 就是要算一个行权价格了 如果行权价格低于公司当期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 那它就具有稀释性 我们要计算稀释每股收益 那么锁定期内算稀释每股收益的时候呢 分子应当加回来算基本每股收益的时候扣掉的东西 扣掉啥东西呢 如果是现金股利可撤销的 我们扣掉的是分配给预计外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现金股利 如果是现金股利不可撤销呢 我们扣掉的是归属于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净利润 那现在怎么样 算稀释每股收益的时候把它加回来 既然加回来呢 其实分子就相当于当期实现的全部的净利润了 因此重点关注分母的计算 行权价格这个特别的抽象不好理解 等于限制性股票的发行价格就是授予价格 公司发行一股限制性股票收益利润下多少钱 那这个位置呢就是多少钱 这叫授予价格或发行价格 加上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取得的职工服务的供业价 你琢磨琢磨上未取得职工服务的供业价 不就相当于按照股份支付准则 我们确认的股权激利成本费用吗 假如说等待期是三年 我们在第一年年末 这个点上来算数字的话呢 未来是不是还有两年 他说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取得职工服务 就是未来两年的服务是不是还没有取得呀 的供引价值 那这个供引价值 我们算股权激利成本费用的时候是怎么算的 就是针对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啊 我们是用权益工具在授予日这天的供引价值 每一份的供引价值 去乘上一个时间的权重 那时间的权重是什么 分母是等待期三 分子呢 未来这不还有两年吗 那分子就是三分之二 那他们两个相加作为行权价格怎么来理解呢 其实这一部分是我们激励对象拿到一股限制性股票花的钱是吧 交给公司的钱 而圈二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相当于是算成本费用的时候的那个金额了 这个相当于是职工获得拿到一股限制性股票干的活 这个呢是花的钱 圈一呢是买一股限制性股票花多少多少钱 那么圈二呢是买一股限制性股票 未来两年还得给人家干多少多少活 那个活提供的服务值多少多少钱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简单 这样简单的来理解了 就把这个公式呢给记住了啊 那么西式美股收益呢 等于当期的净利润除以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就是算这个呢是算基本美股收益的时候用到的股数 那么我们还要加上加上什么 调整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了 就跟股份期权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 那么问题是调整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怎么算 就下面我图黄色的这一部分 要限制性股票的股数 减掉限制性股票的股数 乘上一个小于一的分式啊 那么这个分式的分子呢 行权价格分母是普通股当期的平均市场价 你看看这个原理跟我们前面认股权 认股份期权算西式美股收益的算法 是不是一样的呀 就是稍稍复杂一些 这边要多算出来一个什么行权价格 而股份期权认股权呢 直接把那个行权价格给出来了 而我们这个呢限制性股票 算西式美股收益 需要我们按照这个破公式计算什么 行权价格 提示 那么限制性股份如果是当期发行的 还应当考虑时间权重计算加权平均收 后边通过例子来说明 就是搞的太复杂了 第二种情况呢 是解锁条件包含业绩条件了 公司应当假设报表日 就是解锁日了 并均以判断报表日的实际业绩情况 是否满足解锁要求的业绩条件 两种情况呢 如果说满足业绩条件的 应当参照上述解锁条件 仅仅是服务期限条件的有关规定 来计算西式美股收益 跟刚才讲的第一种情形就一样了 那么圈二呢 如果不满足业绩条件 不满足业绩条件的话呢 是不是就不能解锁呀 那这种情况 算西式美股收益的时候 就不必考虑限制性股票的影响了 下面我们看这个题目 教材上的 说假公司是上市公司 采用授予职工限制性股票的形式 实施股权激励的计划 二某15年的1月1日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向600名管理人员 每人授予100股自身的股票 每股面值是1块钱 那么授予价格每股是8 当日600名管理人员 出资认购了相关股票 总认购款呢 一成 怎么算的 那600名每名呢 是100股 600乘100再乘每股呢 是8块钱 那就交给公司这么多钱呗 那假公司履行了相关的增资手续 假公司估计该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 在授予日的供应价值每股是15块钱 这个数字是不是觉得很眼熟啊 这种说法是不是觉得很熟 我们在讲股份支付这张内容的时候 针对限制性股票 算成本费用 不是用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吗 那这个供应价怎么算 两种表达形式 一种呢是直接给定了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每股的供应价 那像这个题就直接给了 那你用这个算就行了 还有一种呢是给定了普通股的市场价 还给定了每一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那就是他们两个的插落 我们这个直接用这15算成本费用 如果说等待期是 这里面说了三年 我们在第一年年底算的话呢 那刚才算行权价格那个行权价格的那个公式啊 不是说包括两部分吗 一部分呢是认购价格 还有一部分呢是干的活值多少多少钱 干的那个活值多少钱怎么算 用15乘三分之二就行了 激励计划规定这些管理人员 从二某15年1月1日起呢 在公司连续服务三年的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将于二某18年1月1号呢 全部解锁期间离职的 假公司将按照原授予价格每508块钱回购相关的股份 二某15年的1月1号到二某18年的1月1日期间 这叫锁定期是吧 那么所授予的股票不得上市流通或转账 要怎么叫限制性股票呢 说激励对象因获售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呢 由公司来代管 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呢 向激励对象支付 对于未能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在回购股票时呢 应当扣除激励对象 以享有的该部分现金分红 说明这是现金股链可撤销的 来二某15年度 假公司实现净利润是500万元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不含限制性股票 加钱平均数200万股 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每股是一块钱 公司估计三年当中离职的管理人员的合计数是80人 那么激励对象的总数是多少人 是600人 我们预计未来要跑掉的是80个人 那600是600吗 是的 那我们要600呀 减掉80 这是什么概念 这些人 就是预计未来可解锁的呗 呃当年的年末有30名管理人员怎么样 离职了 实际跑掉了 跑掉的这部分 要把授予给他们的股票 限制性股票卖回来 所以年度内发行在外的限制性股票的股数 是不是就发生变化了 因此后边要算一个加权平均数 假定假公司二某15年度 当期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格 每股是35块钱 我们后边呢 要套那个公司算行权价格 如果行权价格低于35的话呢 就具有稀释性了 我们要计算稀释每股收益 来分析一下 我们先算限制性股票基本每股收益 怎么算 分母呢 是不包含限制性股票股数的分子 要减掉什么东西 要减掉分配给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持有者的现金鼓励 因为是现金鼓励可撤销 如果是不可撤销呢 我们扣掉的就是归属于他们的净利润了 而我们这个扣掉的是什么呀 是宣告分配给他们的现金鼓励 来净利润呢 是500万元 减掉怎么算600减8 这是预计未来可解锁的人数 每人是100股 每股分多少钱啊 一块钱 扣掉呗 再除以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家群平均数200万股 这200万股是不包含限制性股票股数的 结果呢是每股2.47元 那么我们套公式算行权价格 满一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发行价是8 我刚才怎么解释呢 就是职工满一股限制性股票交给公司的钱 发的钱 再加上15乘3分之2呢 未来还要干的活 比如说那你第一年干的活呢 他已经包含那个买价里面了 所以说加上未来两年的 还要干的这个活值得钱数 18元 由于18低于什么呀 低于35 他就具有稀释性了 我们应当算 啥东西 我们应当算稀释美股收益呗 就是套公式算了 首先算发行在外限制性股份的家群平均数 因为年度那到年底那一天股数变了 跟年初不一样了 那么我们年初呢 600个人每人的100万股乘上 乘上365分之364 就是这些股数的存续时间是364天 那么最后一天呢怎么样 跑掉了30个人 那600减30这么多人每人100股乘上 100万股还是100股 回去查一下 100股是吧 乘上 那么我们再乘上365分之一呀 这账算的有点太细了是吧 结果呢 59991.78股 你说如果我们不加卷的话 不加卷的话是多少 6万股 加卷的话呢 是 这是多少 这是59991.78股 你说差能差多少 差不了多少 这是搞的有点太复杂了 那没辙 因为现在的准则就是追求科学性嘛 来我们上面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完了 就可以套公式计算新式每股收益了 分子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全部净利润500万元 就不要再减上面这个东西了 全部的 分母呢 在算基本每股收益时的股数200万股的基础之上 我们还要加上一个调整增加的普通股加全平均数 这个加全平均数 或者说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就参照认股权成股分期权的那个公式了 这个公式还记得吧 用稀释性减在普通股的分数 减掉这个分数乘上一个小于一的分式 分子是行权价格 分母呢是普通股平均市价 对于我们这个例子呢 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呢 就是这里面的限制性股票的股数 59991.78了 用这个数字 减掉这个数字乘上一个小于一的分式就完了呗 分子呢是行权价18刚刚算过了 分母呢普通股平均市价35 计算出来的结果是2.46元每股 那这个题我们就做完了